我们都知道现如今是经济社会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女人有钱就变浪 这句话其实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因为现在很多的女人 她们都永远得不到满足 总会在自己结过婚之后 仍然选择和外面的那些男人勾肩搭配 因为她们的目的就是想在那些男人身上 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同时她们也会不择手段 如果达不到目的 她们也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有一天 当你遇见了以下这三种类型的女人时 那么你一定要去好好的珍惜她 因为这是你上辈子所修来的福分 娶了这种女人 你们的婚后生活也会非常的幸福 她也会和你的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同时也会为你分担一些生活上的压力 一在外懂得给男人留足面子 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的男人 他们都非常的碍于面子 往往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所以如果有一天 当你和你自己身边的那个女人出去参加一些重要场合的时候 她不停的在为你留面子 哪怕牺牲自己的颜面都不在乎 像这种女人 她们一般都适合过日子 并且她们也非常知道如何去挽留一个男人的心 往往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要留住男人的心 就要抓住他们的胃 同时也要去为他们多着想 现在也有很多的女人 她们总是在自己结过婚之后得不到满足 整天只知道与自己的丈夫无理取闹 从而让那些男人原本深爱着她们到最后却对她们变得越来越冷淡 所以男人们如果你遇到了像这种十大几的女人时一定要懂得好好珍惜 因为今后你娶了这种类型的女人 就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她也会去孝顺你的父母和你的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二 有自己的看法和组建 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多数的男人 她们都想娶个小鸟依人的女人 这样可以让她们在生活当中活得潇洒 没有人太过于管她们 可是真正懂得过日子的男人 她们会选择娶个有组建有看法的女人 因为像这种女人 往往会在男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们就会挺身而出 同时也会帮男人出谋划策渡过难关 像这种女人 她们非常的有智慧 也非常的聪明能干 往往在男人想不到的事情 她们都会为男人想得非常的周到 可是那些小鸟依人的女人 只会在男人受苦受累的时候 反倒无理取闹 从而让男人觉得自己生活得非常的劳累 所以男人们如果你取到了像这种 有组建并且有自己看法的女人时 一定要好好地把握她 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聪明 而失去了原本属于你自己真正的幸福 因为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不可能在你犯错之后 还让你回到原地 三 愿意和你一起同甘共苦 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的女人 她们往往都是属于一种水星洋花的性格 总是在自己结过婚之后 还出去和外面的男人瞎鬼混 从而在那些男人身上得到自己的欲望 现如今也有一部分女人 她们愿意陪自己身边的那个男人 共同打拼属于两个人的事业 她们不管自己身边的那个男人有多穷 都不会去嫌弃她们 因为像这种女人 她们的心思细腻也非常适合过日子 如果你娶到了像这种类型的女人时 一定要好好地把握 并且更加地珍惜她 像这种女人 她们虽然在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强势 可是内心她们也具有一个小女人的心理 她们往往希望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 自己的男人能够去安慰她们 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所以男人们一定要在遇到自己真爱的时候 懂得去把握出机会 如果你一旦错过了 那么就不会拥有第二次 让你得到她的机会 如果你遇到了以上这三种类型的女人 一定要去好好地把握她